公元1688年 陕甘发生大规模武装起义 清政府极调明着总督左宗棠 改任陕甘总督 都帅其麾下十万香胡子弟兵 前往陕甘镇压平乱 各地州府县衙一门新子 全用在配合支持清兵勘乱上 地方事务疏于管理 土匪毛贼便趁火打劫 老百姓东躲西藏 苦不堪言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各地豪强大户为防匪自保 便纷纷加固修建庄院补子 惠宁王家级前殿补子 就是此时由王家级独一无二的商骨大户 王家大掌柜王焕章动用四十多人 花费五年时间修筑的 该补子北主南门 城镇方形 边长五十米 高十二米 底层墙厚四米 三面有宝豪 四脚有炮台 补子外围还有十亩建方 墙宽一点五米 高三米的庄院 宝墙围然 海豪环绕 远处眺望 一派森然 这天早晨 匪手马老五带着一百多名土匪 忽然包围了王家级前殿补子 一个土匪小头目 站在补子外的庄院墙角 用手卷着喇叭捅高喊 喂 补子里的人快去通报你家掌柜 让他放出刘家上补子的那十几个刁民 我们就走人 如果执迷不悟 庇护奸人 等到攻破补子 我们将鸡犬不留 杀个干净 吃 宝墙上站着的家丁 乡民心知 土匪喊刁民 实在是华天下之大鸡的事情 可他们忍不住 还是朝刘家上补子逃过来的这十几个人丑 直丑的这些人脸热心跳 一个个勾下了头 别听土匪瞎扯 王家大掌柜王焕章的夫人 三十多岁的王少奶奶轻轻嗓子 正色对大家说 即使刘家上补子的乡亲们不来 这伙土匪也会找个其他借口 攻打我们补子的 再说 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 我们怎能为自己而出卖朋友呢 马老五见补子里的人不回话 便一声爆喝 手下的土匪们便抬架着云梯 四面开花 潮水一般地开始了强攻 大家各就各位 瞅准目标 给我狠狠地打 管家计量才按照分工 是手补子的总指挥 他铁青着脸 向手补子的家丁 乡民下达了命令 眼看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土匪便停止了这第一天的攻击 开始在补子庄园外埋锅造饭了 守补子的家丁 由于没有经过如此大战场面 个个面如死灰 愁眉不展 担心补子明天还能不能守得住 为了不再发生我们上补子的悲剧 死守是不行的啊 刘家上补子逃过来的贺老武 窃窃地说 一提起刘家上补子 大家机灵灵打起了寒战 几天前 马老武带着匪队攻打刘家上补子 上补子的乡民们死守了两天补子 最后在土匪公开外装子后 认为坚守无望 变弃内宝逃跑了 结果 马老武恼羞成怒 血洗装宝 杀掉了来不及逃走的妇孺二十多人 第二天 土匪的进攻更加疯狂 几次突上了宝墙 都被家丁村民居高临下 拼死打了下去 随着黑夜的降临 土匪第二天的进攻也停了下来 但脖子里的人脸色越发凝重了 因为石块儿快砸光了 剑也射得差不多了 明天将再用什么坚守呢 第三天凌晨 马老武带着匪队 在进攻前先试探性地喊道 王幻章你听着 只要你付给我们五千两银子 我们就不再攻打了 这些钱对你来说 是九牛拔一毛的事情 为了全补子的安危 你可想好了啊 计良才 家丁 乡民 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王少奶奶 大家心知 土匪攻打钱殿补子 虽说也哄抢祸害村民 但主要还是冲着王家的钱来的 当时在惠宁县 乃至西北华北地界 这王家都是富得流油的主儿 王焕章的父辈 是从山西过来经商的生意人 其王家大庄 在山西都是赫赫有名的 到了王焕章这辈 他家的商铺一店遍布全国 当时有北京四十八马站 站站有王家店 去经补住他人店的说法 别听马老五的 他这是在麻痹我们 王少奶奶冷声说道 面对手骨子的家丁 乡民乱糟糟 欢呼呼的样子 王少奶奶开始亲自指挥家丁 抵挡土匪的进攻了 这时的马老五及手下的土匪 已经杀红了眼 他们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 终于 几个胆大不怕死的土匪 从西面宝座上爬了上来 手抓大刀向家丁猛地砍了过来 不得了了 土匪攻进来了 逃啊逃啊 以赫老五为首的 刘家上捕子的几个家丁 边喊边跑 引着手保的几个家丁 也跟着他们起哄乱跑 土匪趁乱攻了过来 不好 王少奶奶一看这阵势 心知这股土匪 如果不能尽快消灭 捕子就完了 说实时 那十块 只见他连步轻移 脚下生风 瞬息之间 揪跃到了这股上墙的土匪面前 手里的大刀片子上下翻飞 嗖嗖的风声中 仿佛砍瓜切菜一般 碰着的飞死疾伤 三下五除二就将这伙土匪 全给报销了 西面宝墙上的土匪 还在顺着云梯往上爬 王少奶奶赶上前去 身子悬空 一个倒挂金钟 将云梯从半空甩下了墙 在饱下土匪的惨叫声中 督战的马老五一看 王少奶奶的身手 他一愣争 几乎一声 撤 便率领手下调转马头 垂头丧气地走了 打退了土匪的进攻 前殿补子一片欢呼声 直到此时 人们才知道 王少奶奶不仅仅是个风姿绰约 一太万方的大美女 还是个有大将风度 藏而不露的武林高手 从此 王家吉一代的人 把王少奶奶叫侠婆 一个月后的一天 从惠宁县城办事回来的 王府管家计良才 兴冲冲地对王少奶奶说 少奶奶 告诉你一件大好消息 邪统营活捉了 匪手马老五 什么 王少奶奶用不相信的眼神 看着纪管家 马老五是冠匪 武艺超群 邪统营的兵能捉得了他 是真的 管家计良才说 是邪统营的流管带 靠内线配合 里应外合 偷袭得手的 这晚 夜色浓浓 漆黑一片 一个黑头巾遮面的夜行人 伸手敏捷地越过高墙 忽然窜至惠宁县府大牢的屋顶上了 我一呀摸 摸到妹妹的肚脐卧 守夜的劳兵嘴里哼唱着银瓷烂调 走了过来 夜行人手起刀落 这劳兵还未喊出声 就扑得倒地身亡了 夜行人迅疾翻下屋檐 从劳兵身上摸出劳门钥匙 迅速打开了牢门 哥 我来救你 不要叫我哥 我不认识你 牢中的马劳武竟被过了脸 有人截牢了 有人截牢了 忽然 牢内喊声四起 灯笼火把齐鸣 夜行人猛地飞身上前 一把大刀上下翻飞 十余名劳兵 一会儿功夫都成了骑刀下之鬼 夜行人刚背起马劳武要走 这时 血统营管带刘双贵 带领着官兵追了上来 别管我 快跑 不然你也会没命的 要死咱俩一块儿死 夜行人放下马劳武 静河扑上来的官兵 又急斗铲打在一起 血统营二三十个清兵 都成了夜行人刀下之鬼 夜行人也是伤痕累累 被刘双贵一月牙鬼头刀砍爬在地 夜行人被俘绑压到刘双贵面前时 刘双贵一把扯下其头上的黑头巾面罩 竟惊得一吐舌头 没想到这夜行人竟是王少奶奶 让大家更加惊叹不已的是 经过审讯 这王少奶奶竟是匪首马劳武的亲妹妹 当年王少奶奶的父亲王凡 和王焕章的父亲王仁 同是活跃在陕甘龙右一带 一支反清队伍的首领 后来因手下出了叛徒 一天夜里 清军和叛徒里应外合 攻破一军山寨 王凡被俘后因宁死不详 被清兵销售失重 伤痕累累 死里逃生的王凡的妻子 还为掩埋丈夫的尸体后 把一双二女王智和王英 托送给一军失败后 在平凉空通山出家的了然师兄处 拜师学艺 并嘱咐王智、王英兄妹 一定要找出叛徒报仇血恨 王智兄妹二人四处打探 得知当年 是王仁和他手下一个弟兄 叛变投敌 出卖了他们的父亲 和山寨其他弟兄 而且王智兄妹还打听到 王仁来到了惠宁王家集 套组上王家大庄的家资 利用王家集百年老街的繁华市面 经营布匹、茶庄、杂货 很快成为王家集属一属二的富商大户 去惠宁王家集 杀了王仁 替父亲和死难的山寨弟兄们报仇 王智兄妹急速赶到惠宁王家集时 王仁已经病死 于是他们二人便把仇恨 拳击在王仁的儿子王幻章身上 想来个负债子还 让王幻章家破人亡 但王幻章轻易不出骨子 出骨子必有七八个家丁护院相随 要刺杀也很不容易 兄妹俩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决定让王英到王幻章家当丫鬟 摸清情况 见机形势 可王英到王幻章家当了丫鬟后 竟发现王幻章仁心择后 他竟一见钟情 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王幻章 实在不忍心对其下手 再说 反清易军已经失败多年 负债子还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于是王英愁躇再三 便将自己卧底的事情 和盘对王幻章讲了 王幻章其实心里也深爱着王英 只是感觉王英平日里 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才没敢造次 现在好了 鼓步敲步响 话不说不透 一旦说出来 他们两人不但消除了父辈的积怨 还能成就百年勤进之好啊 再说 王志兄妹分手后 王志探听到当年 出卖他父亲的另一叛徒刘双贵 经在惠宁县署协统营当了管带 便偷偷潜入县署来刺杀 不料被官兵发现 在逃跑中 王志身受重伤 恰巧被路过的山代王马老二就上了山 无奈之下 他又入火成了马老五 马老二死后 武艺出众的他 又被推举做了名副其实的山代王 王志和王英暗中取得联系后 这是已经做了王焕章夫人的王英 不但拒绝做内应 还劝其兄金盆洗手 不要再当土匪了 没办法 王志只好派赫老五前去做内应 没想到王英识破了奇迹谋 反而杀了赫老五 可在王英心目中 其兄当土匪是一马子是 兄妹情又是另一马子是 王志被抓 他又不能不出手相救啊 在一个冷风嗖嗖 草木萧瑟的日子里 侠婆王少奶奶作为匪首同谋 和其兄王志 被惠宁县衙一并压上了刑场 王少奶奶一路走好啊 王家级的大小商骨百姓 早早地守候在刑场路边 求车路过时 都骑刷刷地跪下来 向王少奶奶叩头送行 在乡民们眼中 王少奶奶不但不是匪 还有一颗侠义心肠 王焕章在掩埋掉自己的妻子 王少奶奶后不久 也郁郁而终了 临死前 王焕章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说 这一切都因他父亲亡人而起 他情愿付债子还 一死百了 民国初年 在东北黑兄岭一带的 三十六个山头 七十二道蛙 几乎处处都窝着一伙土匪 多则百事人 少则七八个 为了抢地盘 黑吃黑 土匪之间你来我往 打得鸡飞狗跳乱糟糟 这日天色傍黑 在小镇乔家殿 两伙土匪又叮叮光光 打到了一起 不消片刻 其中一伙变落了下风 丢盔气甲抱头鼠窜 当家的骑马 跑得快 小喽啰靠腿 钻往胡同里钻 逃着逃着 一个衣衫破烂 看上去也就十三四岁的少年 突然从墙角跳出 张开双手 楼向大当家所骑的 二串子马的后腿 这可是个不要命的举动 俗话说 胳膊扭不过大腿 更何况是马腿 但见那二串子马一撂抉子 砰的一声 就将少年踢的倒飞出去 咕噜噜折了几个饼子后 脑袋撞了墙 昏昏沉沉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少年醒了 一睁开眼皮 就瞅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 在招呼他 喂 你叫啥名 哪个臀的 敢抱马腿 你傻啊 脑瓜子是不是被马蹄子踢坏了 或不单行一转眼 十年过去 虽说军阀天天抄抄着征税 剿匪可盘我各山头的土匪 像极了春雨后的韭菜 割一茬涨一茬 越脚越多 天下也仍是闹哄哄的乱世 话说这天 在黑熊岭下的山路上 十几个肩扛鬼头刀 手持火冲的山匪鬼魅般窜出 拦住了一台 披红挂绿接亲的大花轿 走在花轿最前面的新郎关 是七姓宝老韩家的独子韩文龙 在七姓宝 韩家以岛藤人参陆绒等山珍为营生 当算首屈一指的父护 坐在大花轿里的 是家住乔家殿 长相水灵俊俏的乔秀姑娘 她与韩文龙相识已久 彼此钟情 于是择了这个好日子 正式迎娶过门 哪成想 半路竟杀出一对 狠毒飘悍的凶神恶杀来 各位爷 我姓韩 就住前面的七姓宝 请 我请你们去家里喝喜酒 韩文龙担心生变 紧忙拱手相腰 可带头的那个短腿圆肚 体态如囚的挫子二话不说 大巴掌一身薅住他 噼里啪啦蹦着高开打 韩文龙生得闻弱 哪经得住如此拳脚 很快头破血流昏死过去 奶奶的 真不禁奏 囚挫子骂咧咧嚷嚷道 去 把新娘子拖出来 两个喽啰得力 黑黑歪笑着推翻花轿 把乔袖摔了出来 囚挫子铺上前撕烂乔袖的红袄 就要动粗 只听嗖的一声极响 一只弩剑从密林中飞射而出 直奔面门 囚挫子吓得够呛 仓皇闪让 那利剑擦着他的腮帮子飞过 不偏不邪 没入了一个喽啰的心口 有人偷袭 撤 快撤 囚挫子胡乱开了几枪 命手下托起奄奄一息的韩文龙 呼啦啦钻进了山林 新娘子听着 想要他这半条命 拿三万块大洋来赎 性命攸关 容不得耽搁 当日 韩家便委托何氏佬送去了赎金 分文不少 谁知求挫子贪心不足家了吗 敢杀老子的人 这笔账也得算 六万 少一个子儿多一根指头 消息传回 乔袖心急如焚 直接把娘家陪送的嫁妆 全送进了当铺 第二天 好不容易凑够数 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却一阵风似的传遍了黑熊岭 囚挫子一伙中了 另一帮山匪的埋伏 被何为包了饺子 据传包括韩文龙在内 足足二三十号人 一个活口都没留 乔袖一听这事 回得非常干脆 我不信文龙会死 我这就进山去找他 我不信 谁说我也不信 除非让我亲眼见到他的尸首 乔袖擦擦眼泪出了门 头也不回地扎进了深山老林 跌跌撞撞一路呼喊 等乔袖找到土匪火拼的地点 把散落满山沟 血腥吓人的残枝断壁 都翻了个遍后 天色已完全黑透 山奥里还传来了野狼 圣人的嗷嗷嚎叫声 可乔袖不仅没觉得怕 还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没有我男人 他一定还活着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这一找 便是大半个月 这天清晨 乔袖早早吃过饭 刚走出七星堡 踏进山林 就见四五个手持家伙的男子晃到了身前 乔袖认得他们 是盘踞黑熊领欢子栋的山废 曹老四手下的楼罗 让开 乔袖瞪着对方问 你们想干啥 乔妹子 你别难为我们 我们也是奉了当家的命 请你去一趟欢子栋 两个楼罗嬉笑凑钱 抽冷子就要抓人 出人意料的是 乔袖没躲没闪 只一抬胳膊 便经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发出了一声荒叫 停手 快停手 藏身树丛的 正是欢子栋的当家曹老四 之所以发慌 是因为乔袖的手里 冷不丁多出了一根汗烟袋 看那烟锅 大如山河头 烟杆长约两尺 赤铜材质 赠亮黄眼 还有烟嘴 当是用紫玉石雕琢的 用手拔掉 烟杆进成尖锥状 乔袖毫不含糊 直顶咽喉 摆出了你们敢抢我 我就死给你们看的阵势 乔妹子 你信我一句 你那死鬼男人 被秋挫子扔进黑水河 为了鱼鳖 哪留得下尸骨 你干啥还守着 曹老四急歪歪说道 你闭嘴 文龙他不会死 乔袖骂道 你到底滚不滚 好 我滚 这就滚 不过妹子你听好 大烟袋千万别离身 只要叫老子逮住空 指定抓你回去作压债夫人 曹老四扔下句狠话 带着楼罗撤了 在此之前 他曾拦截过乔袖两回 但都没能得罪心愿 当家的 对女人你得来应的 干嘛总惯着她 一喽啰难闷发问 曹老四惯着乔袖 是有道理的 开头那个被马踢翻的少年就是她 小姑娘则是乔袖 那年 一伙土匪窜进她的家乡 杀人抢掠 害了她的爹娘 她恨得要死 一路跟随仇人 也便是那个骑二串子马的匪手 到了乔家殿 冲动之下 她想绊倒马腿摔死匪手 哪只挨了一马蹄子 差点搭上小命 后来 她又暗中跟了那匪手两三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以血还血得报大仇 且占了匪洞拉起了自己的人马 心下想着 曹老四无意忠意回头 乔袖静手钻烟袋 烟袋顶猴跟了上来 两下站定 曹老四问 妹子 你是不是改主意了 要跟我上山 想得美 乔袖冷脸回道 那你跟着我干啥 曹老四追问 你刚才说 囚挫子是在黑水河边 害了我男人 你告诉我 在哪一段 乔妹子 我胡咧咧你也信 今儿个我曹老四发善心 不抢你 你赶紧回家吧 那我就沿着黑水河 从头找到尾 见乔袖降尽十足 镜子奔去了黑水河 曹老四暗暗叫苦 吩咐楼罗们回欢子洞取点酒肉 接着跟了上去 川老林钻山沟 兜兜转转走了十几里山路之后 乔袖突然收住了脚 余光里 他瞄到跟在身后的曹老四 眼神有些不对劲 于是杨阳手中的铜肝大烟袋 发出了警告 曹老四 你要赶胡来 我会死给你看 话音未落 曹老四恶狼般纵身前扑 伸开胳膊抱向乔袖 乔袖大惊 刚转过身不带推嗓 人已被曹老四压倒在了身下 放开我 乔袖斥骂 别动 曹老四紧盯着乔袖的眼睛低声说 乔袖羞臭难耐 正要破口大骂 却听一阵狂妄大笑声撞入了耳骨 别动 是求挫子 曹老四说 乔袖听得心头一哆嗦 进了声 乔袖 你脸上 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说着 曹老四在乔袖塞上身锈了一下 与此同时猛力抢过烟袋 翻身上戳 恰恰这功夫 求挫子已走到跟前 正低头查看他死没死 扑的一声 赤铜烟杆洞穿了他的心口 而曹老四的后背与胸口 也定入了一根锋利弩箭 至此 乔袖终于恍然 曹老四并非犯魂 而是在救他 一发现求挫子的影儿 他就扑倒了他 但还是晚了那么一点点 一支弩箭射进了他的后背 如果不救他 也许他能躲得开 曹老四 你撑住 我这就背你回欢子动 乔袖哭着大喊 你自己去吧 你男人没死 曹老四笑了 等乔袖硬把他背回欢子动 还真看到活在世上的韩文龙 只是他伤得已没了人样 脸毁了 胳膊断了一支 腿也瘸了 暂时半步都走不动 他说 在黑熊岭下射杀求挫子的手下的 正是曹老四 剑求挫子撕烂了乔袖的衣裳 曹老四恨得牙痒 立马带人打了他的伏击 求挫子和几个手下 压着韩文龙侥幸逃脱 又被曹老四追上了乌鸦岭 乌鸦岭下 便是黑水河 走投无路之中 求挫子扯着韩文龙滚了下去 说来命大 两人都衰晕过去 但没死 求挫子先醒了 以为韩文龙死透了 踢了他一脚后滚了 随后韩文龙也醒了 瞅瞅自己形同废人般的惨模样 深爱着乔袖的他拿忍心拖累他 正想寻死 曹老四到了 他便恳求曹老四放出风说他死了 让乔袖回娘家另择个好男人 听着听着 乔袖经不住泪眼婆娑 文龙 曹老四虽然是土匪 可他救了你我 我想给他修作坟 两天后 在欢子洞外 一座尸坟建了起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